第九十集 刚才吴三代在窗外的禀告 已经将他惊醒 匆匆地穿着衣服 他庆幸自己的运气好 一连一年多住在外边 七上瞒下 一点破绽没有 连仙家都暗中相住 偏偏自己今夜发虐疾回家了 仙家却前院显灵 明明是让老爹瞧瞧 都往老爹耳朵里吹风 说老二奸细不正经 哼 老爹您瞧 我规矩不规矩 只有宁婉儿站在门里 狠狠地催了一口唾沫 于子鹏当然觉察出来了 转过身来 他冲宁婉儿骂道 哼 我知道你心里恨我 你心想 若是赶上我平日多好 半夜静香拜仙 哼 唯独老二不在 明日爹娘面前 有你一个人栽赃 吉人自有天相 仙家成全我 生气去吧 我要亲眼瞧着 两只前腿 攻在胸前 此事有所拱拜 老狐狸的身后 八只小狐狸 也学着他家老者的神态 一个个端庄地坐着 西斜的月亮 照在这些狐狸的身上 在地面上 瞄下一片黑影 真是阴森恐怖 于子鹏 于子鹏 于子鹊 都一起跑来了 老爷的长跑马褂 已立在乡岸前 向着仙家礼拜 老二老三老四不敢生长 一一站在老爹身后 也一起随着老爹礼拜 大爷怎么还不来 礼拜时 于龙泰厉声地 向吴三代询问 小的禀告过了 房里没人应声 吴三代在旁边 忙着镜香摆供 怎么 屋里没人 于龙泰不相信地问 房里的妈子说 已禀告过 太夫人了 说大爷大奶奶 出门了 吴三代继续回答 出门 怎么不告诉我 先进香 明日带我查问 于龙泰厉是有些发怒了 强忍住怒火 他又问吴三代询问 老五呢 吴老爷 房里空着 混账 于龙泰厉风了 仙家面前 他不敢发作 但月影下 只见他全身在剧烈地哆嗦 若不是二儿子 于子鹏在后面搀扶 说不定 他真要瘫倒了 父亲息怒啊 井香百先要紧 有什么事 送走了仙家再说 于子鹏一副笑子模样 在后面 公顺万般地劝说着 强忍着满腔的怒火 于龙泰站直了身子 高高地将双拳抱在一起 举过头顶 他率先向仙家败了下来 仙家有灵 我五怀桥鱼姓人家 足足辈辈 安分守己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其天下 敬神佛小父母 终圣上爱黎民 书香门第 慈善人家 把鱼龙泰和全家儿孙 当之无愧呀 只是国难一将 天下大乱 人心不古 鱼龙泰 较子无方 儿孙辈 或有不孝不涕 不忠不义之事 欠不该 万不是 无论是什么罪孽 仙家 就成出我鱼龙泰 一个老混账吧 说着 鱼龙泰发疯般地 挥起手掌 啪的一声 啪的一声 他一连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这一下 把人们都吓呆了 乌三代机灵 他忙着爬过来 将鱼龙泰抱住 声泪俱下 他向鱼龙泰央求道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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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使不得呀 惊动了仙家 谁也担待不起呀